今天的第三场赛事就是四班的千二米 大二门马创货先锋 2.9倍开飞 过完关之后就3.2倍 最后阶段就3倍 升势上次票数的升势很厉害 开飞有6.9倍 过完关就6.6倍 最后又没什么飞 回到上去8.1倍 初出的挺售精神 开飞的时候3.9倍 至于一只熊龙会上10倍开飞 第三场是四班千二米 都有些初出马在这里 一起步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旗袍路上就一直跳出来 外挡太白山和声势 中间蓝三黄武匹一路顺风 然后有一批初出马现身挺售精神 红三个批想上前带头 一个试杂都惯带头 然后还有潘顿的创科先锋 然后跟着的马先见到 还有得响春风得意 然后还有熊龙的尾四 尾三也是初出马 有力尾二又响其成 包紧美暂时前途光辉 入弯的时候 前面那队放得很快 挺手精神拍着声势 两匹马放得脱开了一点点 第三位一路顺风 贴栏第四创科先锋 然后旗袍路势守着第五 过几马位之后 得响拍着春风得意 红龙在第八位 然后还有泰白山 在美那三匹都在打 有力又响其成 还有包紧美前途光辉 进来之后直到的时候 第二段开到22秒31 带头那队就没有感谢先 挺手精神就停了 声势都不见得挺好的 码头侧侧之下都转弱了 代之而起就潘顿了 创科先锋这个时候出来先 后面上来的马 旗袍路势 带我当个对马 冲上来 春风得意和红龙的 还有一百米 在前面 创科先锋都顶不住了 我当着红龙很厉害 三爬老门过了 过几个第一名 红龙再赢一场 创科先锋第二 第三名春风得意 第四名 旗袍路势 这条红龙都真是越跑越进步 现在完全认识什么叫竞赛 什么时候做什么 他做得适合 还能赢 声势就不同 上次的爆发 一来可能想克服外档 二来可能 好像我伍以为 这条斯加三万 放在前面 比较好一点 都没顶 因为第一场是放头 都回到来 第二场是直路 但是这样的爆发 好像是 一来又放得快一点 放得快那头 回来也有查询的 都是好像你这样想 莫尼拉说 获得的指示 希望积极 拆骑这个声势 尽量占取前列位置 不要走外跌 但谁知道 这条马 他买来之后 就放松不了 就别了 跟那只挺兽精神 拍着来走 走快了 组断耗力多了 两只都放松不了 包括挺兽精神 也是 那只更加 初出 这场还不是真输的 不过今天的飞弱 对 今天飞的声势 跟上次的声势 差很远 完全相反方向 那些飞 今天冷一点 你也预计了 因为今天的位置不好 上次的档位好很多 但是心性马 没理由都弱得这么交关 看那些飞就知道要撤退了 是 庄方先锋就跑了 这场 是 没错 他已经没跑错了 其实熊龙来到这里还输了几元 是 这么厉害的 以前跑中距离 肯定是赢不到 缩了来到1200 现在越跑越好 现在 那不想回到中距离了 不用了 香港一向都是缩成而稳食的 看看第三名照片了 春风得意道 分断时间 头段23秒64 第二段22秒31 末段23秒43 总时间1分09秒38 头那两名说过 第三名的春风得意 丁冠豪那些练马 真的很特别 捉到捉不住 跟他斗力 好像完全不动 这一马 他那种连马又很特别 不知道他那马 那些马特别重口 是 看到他试跑的时候 好像有点失控 拘着走 所以今天临场都特别留意他 但幸好他又去到赛日当中 他又不是说有这种 那么重口失控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只我们看到 原来是神科的重口 今天出来跑 其实是对他 其实前面因为很快 他捉得住在后边 但是冲上来 就明显就不太够红龙冲的 看来暂时 就希望要再进步一些 但是暂时来说 能力不算太高 看到他也是 不过或者对这五岁马 又可以给回多一点希望 我们刚才说了 譬如你觉得星勢 他是新胜马 没理由这么懒 红龙其实都是 会赢新胜马 但是他又 可能骑士应该就没那么叫做 所以就会好分一些 但是结果他就是 能够展现最高能力的一坪马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